爆發於中國的武漢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延 中國因為數據不透明 目前只知武漢出現各位數確診病例 其他地方的疫情零增長 與此同時 中共趁機大肆宣揚所謂的中國模式奏效 企圖扭轉掩蓋真相 瞞報數據的負面形象 最近 中共官媒大力吹噓所謂的中國防疫模式 各國正在效仿 聲稱這證明 共產黨是一種更優越的治理模式 但外界認為 真實的情況是 中共當局應對肺炎疫情的種種方法 不僅不是所謂的制度優越 反而是治理潰敗 中共當局卻不斷通過各種形式的政令倡導 營造社會恢復穩定的氛圍 並對外宣傳所謂的成功經驗 澳大利亞智庫中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江雲曾向德國之聲表示 中共當局很明顯 希望透過這種做法向全球證明 中國的治理模式優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模式 不過 是否真的如此 對比一下民主的臺灣就知道了 臺灣距離中國最近 兩岸民間往來眾多 外界本來估計 那裡會成為重災區 但事實是 到目前為止 臺灣仍然只有一個死亡病例 臺灣應對疫情的策略正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 3月17號 美國外交政策一篇題為 《對中國警惕使臺灣成為防疫典範》的文章指出 臺灣在中共的霸凌之下 面對疫情展現警覺能力 造就今日的臺灣經驗 文章作者希爾頓葉 曾任中共官媒《環球時報》 與《中國日報》的香港出臺記者 他說 臺灣在防疫政策上 結合了早期主動部署 信息透明化 並運用大數據分析 及網路平臺等科技 讓民眾得以參與掌握 相比中國利用嚴格審查機制來應對疫情 兩者呈現強烈的對比 文章還說 中共利用假訊息 軍事威脅等方式霸凌臺灣 特別是在2003年SARS爆發時 中共不提供重要醫療資訊讓臺灣知道 這也因此造就今日的臺灣 對中共警惕 使臺灣成為防疫典範 防疫當前 正當各國政府交頭爛額之時 中共則忙著大外宣 大肆宣傳援助哪些國家 在中國的瘟疫爆發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是世界各國都在援助中國 尤其是美國不但給予了大量的援助 每個公司更無償的提供呢 WHO唯一認定有效的藥 就是瑞德西韋的分子室 但是我們看到中共對這些信息幾乎是不提的 武漢肺炎在中國爆發初期 來自世界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斷 世衛組織也鼓勵外界捐款給中國 有超過33個國家對中國伸出援手 來自臺灣民間的捐助善款和物資 折合人民幣約1.2億元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援助是基於人道主義 而中共對外的援助是政治宣傳 強化中共有資格來領導世界的這個形象 意大利記者龐皮利揭露 中共對意大利的所謂援助 包括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資 實際上是兩國的商業交易並非捐贈 龐皮利說 北京在積極宣傳所謂中國的全球抗疫模式後 把賣給意大利的醫療物資說成捐贈 是中共的第二波政治文宣